这座古墓中发现什么能让考古人员肃然起敬 墓中甚至还出现了连司马迁都未曾见过的石榴 同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出土的第一本 寝解 上面不仅记载了中国最早的法律文献 还让我们重修还原并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大秦王朝 除此之外 在这座大墓中还为我们展现了怎样的一段历史潮流呢 本期视频就和阿金一起走进这座云梦前幕 视频开始前 欢迎大家长按点赞并关注留言 偷偷告诉大家 长按点赞会触犯特效惊喜哦 湖北省云梦县正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他们正在开往一条排水渠 在一天傍晚 一位农民回家的路上经过这条排水渠后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只见一段青黑色泥土出现在了眼前 这个泥土和其他裸露在外的泥土格外不一样 另外他还发现在深一点的排水渠中的泥土 呈现出了一个四方形状 很明显是人工所为的 这个发现令这位农民感到了疑忽 难道这是一处古墓群吗 在云梦县城的郊外 分布着很多春秋战国时代和秦汉时代的墓葬 就在两年前这里曾经出土过一座古墓 大坟头墓地 大坟头墓地的考古发掘 当地很多农民都有参与到其中 所以对于古代墓葬的特征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当这位农民拿着工具挖了一下发现 这些泥土和两年前古墓中出现的泥土一模一样 并且还挖到了墓谷吧 这位农民赶紧把发现古墓的消息 报告给了县文化馆 接到报告后 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连夜赶忙了现场 到了现场之后 果然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棺谷 立刻上报给了湖北省博物馆 云梦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在春秋时期 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曾在这里住城 因此云梦县也称楚王城 楚王城在历史上不仅有过辉煌的过往 还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的文化遗存 近些年来 考古人员在云梦县周边出土了大量从商代到秦汉时期的文物 当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这里有很多座古墓都暴露在了地表上 经过现场刊证后发现这里一共有11座古墓 这些古墓都没有遭到盗局 随即考古人员立刻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当考古人员发掘到七号墓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在这座墓的古室门上刻着51年驱阳图邦的字样 安禄曾经是楚国重镇 在公元前276年 秦国名将百起攻入楚国都城 安禄也在这一年被秦军攻破 纳入了秦国的版图中 而51年这个文字的出现 让考古人员十分的兴奋 通过结合出土的文物 考古人员确定 这个51年就是秦昭王51年 也就是公元前256年 考古人员还发现 这些墓的藏具都是一棺一棟 由于使用青灰泥密封保存的 藏具大部分都保存得十分完好 并且这些光果的墓葬都十分典型的秦代墓葬 墓中出土了一大批彩绘 陶器 漆木器 铁器等秦代文物 这件蒜头壶是在九号墓出土的 属于典型的秦代文物 壶口的绳索依然完好如初 当考古人员清理到十一号墓的时候发现 这座墓坑明显比其他几座墓坑的规模要大 它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土墓坑 这座墓坑深5.1米 坑土上半部分为五花夯土 下半部分为青灰泥 并且在墓中还堆积了大量的清水 这种清水墓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 当考古人员揭开果实盖板后发现 这座果实里面含有棺石和头像 头像上层是铜器 陶器等 最下层放着漆木器 此时就在考古人员清理这座墓坑的头像时 一位工作人员不小心踩踏了一方土 并砸断了墓坑中的棺盖板 此时的众人谁也想不到 就是这次小小的意外 竟然揭开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就在这时 一位考古人员在一个工作人员的脚下 发现了一个竹片 这些竹片的出现 令考古人员疑惑不紧 锅里面没有 棺还没有被打开 为什么会凭空出现一个竹片呢 这个竹片又代表了什么呢 当考古人员把这个竹片清理之后 惊喜地发现 竹片上竟然清晰地写着字 这个发现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赶紧挪开了被砸坏的棺盖板后 顿时惊呆了 打开棺盖后 里面堆放的不是金银珠宝 也不是青铜器物 而是满满的竹片 牧主人的骇骨就沉睡在这些竹片中 竹片的出现让考古人员兴奋的同时 又十分的犯难 因为这些竹片在水里被泡得十分的柔软 清理起了十分的犯难 稍有不慎就会把竹片给损坏 于是考古人员决定把棺盖抬到现文化馆进行整理 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一个消失在历史长河深处的大秦王朝 因为这个不经意的发现逐渐变得清晰了 在发现的众多古墓中 牧主人棺果中随身放置的随葬品不是金银首饰 就是牧主人生前最喜爱的物品 但是这座牧主人却将竹片放在身边 那么这些竹片代表了什么 上面的文字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历史呢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把竹片提取出来后 一个完整的历史即将浮现在我们面前 由于云梦竹片出土的数量故于庞大 湖北省文物部门求助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进行协助 等相关人员来到现场之后 立即对竹片进行了拍照 这些竹片字迹清晰 内容丰富新奇 后来经过解读 了解竹片上的内容后 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是秦代的竹片 里面记载的都是秦代所发生的事情 云梦睡虎地发现秦简的消息 立刻传遍了整个中国考古界 因为在此之前从未出土过秦代的竹片 后来人们发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堪称新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湖南长沙马云堆汉木 湖北隋州的曾侯乙木 陕西秦史黄冰马云等一大批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横空出世 而睡虎地的秦代竹片的出土 又为中国考古界增添了传奇色彩 云梦睡虎地秦简长二十多厘米 宽零点五至零点八厘米 一千多片竹片上写满了墓书文字 竹片共有一些一百五十五枚 是中国国宝籍的文物 因为史料的缺失 前代的真实面貌已经模糊不清 而睡虎地秦简的出现 让我们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秦国 秦国自商鞅变法 以废景田 种农僧 蒋军工 逐渐建立了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 走向了一个强盛的国家 这些在秦简中非常集中的体现了出来 上面还记载了保护山林 牛马四洋等都纳入了 政府法定的工作内容中 其中在牧主人头部的竹片 正是最早的编年纪 这组竹简共五十三只 尊上下两栏 大约有五百五十字 竹简通过编年的方式 揭露了秦昭王到秦始皇前后九十年的历史 通过对出土的竹简内容进行研究 专家发现在编年纪中 还有一个名为喜的人 生平履历 通过对上面的文字解读 专家得知这位喜的出生年月 在秦昭暂位超过四十五年的 只有秦昭王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六十二年 这年秦军攻打韩国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信仰 并且在这年的十二月 喜出生了 考古人又通过对十一号墓中出土的男性骸骨进行检验得知 墓主人的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 而编年纪中记载的最后一年是秦始皇三十年 也就是说 喜的年龄是四十六岁 这个发现令考古人员非常的兴奋 因为在考古发掘中 能够确定墓主人的具体名字和生族年龄 并且还知道生平履历的极为罕见 那么这位喜又是秦朝的什么人物呢 考古人员通过对秦检上文字的解读得知 喜是一位掌管文书的小吏 并且在喜的墓葬中 还出土了大量有关秦代法律的诸检 正是因为喜成了秦国官僚体系中的议员 才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来自秦中央政府的律令 除了在十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检之外 还出土了漆木器 铜铁器等七十余件随葬片 这件马脑碑被折成漆段 被放在了墓主人的井下腹下等部位 其中墓中出土的漆检最多 颜色以红黑色为主 在黑漆上用鹤漆 会凤鸟 鱼温等 出土的耳背共有二十三件 它们大小不一 在十一号墓中除了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品之外 还出土了六伯棋 出土的六伯棋由木棋盘 古棋子和主伯筹组成 这件棋已炙头型棋 因此被称为六伯棋 除此之外 考古人员还在四号墓中出土了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家书 里面不仅为我们记载了秦灭楚之战第二年秦军剿灭昌平军的故事 让我们能够得知这场战争的详细细节 还记载了一位远在战场上的战士 倾挂着家中的亲人 通过读取家书中的文字 仿佛让今天的我们走进了两千多年前秦军士兵的内心世界 一封薄薄的目读家书透出了浓浓的亲情 也让我们读出了浓浓的亲情味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